大家好,我是錢鳥 今天呢 看來看來,不知道了 已經被我殺掉了,梅杜納姆 今天呢我想要去 把上次沒有救出來的那些祭司給救出來 而這連續三集的主要地點就是 安萌神殿 現在叫做神域殿 是遊客們去西瓦的主要理由之一 由西元前570年到526年間 第26王朝的法老 雅赫摩斯所見 上次那個祭司還算耶 我偵查一下 剩下四位 後來啊,這個神殿 到了希臘統治的時代 變得非常有影響力 一直到羅馬時期才會衰退 傳說中 正式這座神殿 做出了亞歷山大 是宙斯的兒子這個預言 並且給予亞歷山大許多的意見 幫助他可以安撫尼羅和附近的居民 安心的徽兵攻打巴比倫的波斯人 雅歷山大 甚至可能想要 葬在此處 關於亞歷山大的墓 到底在哪 目前還是一個 沒有辦法接的謎 這個謎的進度啊 在今年還有在更新 說發現了一個類似的墓 可是裡面有不少人 所以沒有辦法肯定是亞歷山大的 在證實裡面記載 在證實裡面記載 亞歷山大死後 部下展開了領地的爭奪 亞歷山大的版圖非常大 然後 就有不同的人 想要 瓜分他的領地 馬上就分成了幾塊這樣 亞歷山大就沒有辦法安葬 因為大肆底定之後啊 新誕生的國王們 紛紛都想要亞歷山大 這位大神的遺體 來表示自己才是正統的 所以 原版遺體依照規矩呢 應該要送到 馬其頓的亡靈谷去 專門埋葬 國王們的地方 掰 然後 然後 路上他們卻遭到了 攔截 亞歷山大的鄰車就這樣子 消失了 一段時間後 亞歷山大城突然就 多了一座 亞歷山大鄰墓 然後裡面有放著他的金關 這座亞歷山大的墓 吸引了大量的遊客到訪 其中包括 凱撒 巫大尾 齊比瑞的羅馬的皇帝 躲一下草叢 還有沒有人 沒有抓到人 欸我看說到哪 好 羅馬的皇帝去參拜 這個 亞歷山大的鄰墓 這座鄰墓 在提比瑞參拜之後 就消失了 無影無蹤 現今此處根本沒有發現任何遺跡 目前一些推測是 認為 亞歷山大鄰墓可能 從來都不曾存在過 而當時的皇帝為了展現 而是當時的皇帝為了展現 他自己的正統性 而杜鑽出來 搶不到 只好編個故事 表示 有拿到亞歷山大的遺體 亞歷山大鄰墓 亞歷山大鄰墓 一生中最神秘的 一個遺跡 就是 在東增的過程中 他曾經停留在 喜滑這個地方 拜安蒙神 就是這個神域墊 都是由他自己進入這裡 自己參拜 沒有人知道實際的內容 有敵人 這邊不是清掉了嗎 所以才會 產生上述的各種傳言吧 那很可惜 至今都還沒有人在此處 發現鄰墓的遺跡 當時此地的 建築物 都是 食材都是含有緣分 就像現代的 所說的海沙屋一樣 所以不是很好的建材 到現代 神域墊已經殘破不堪 僅能夠隱約辨識出樣子 我還是有找到 跟遊戲中類似的對應角度 只是Google地圖上面的 街景圖片 對比上遊戲中的位置 大概是在這裡 這次暗殺還蠻順利的 已經殺到這裡了 都還沒有被發現 這個用近戰好了 一直走不太方便射 一直走不太方便射 那邊有好幾個 沒有躺著的好幾個 我從這一集開始啊 忘記說了 從這一集開始 我把難度調到惡夢了 加上敵人會自動升級 所以 他們等級都很高 這三個居然在睡覺 劈死你們 沒想到居然還有在睡覺的士兵 這樣呢 在 在我們現在這個神域墊的 南方不遠處啊 就是 之前治療者那一集 如果還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去看一下 之前那時候我們去過 生命之屋 就是 烏姆烏拜的神廟 早在1896年 就被當時統治習娃的政府 炸掉 然後改建成 清真寺跟警察局 這裏是 神殿內部啊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寶物 進去看看好了 這邊不是 一年前回憶一直下來的地方嗎 我們 我們的生命之屋 已經被改成清真寺跟警察局 現在那裡 殘存的只有一塊石牆 然後 我找了不滿久的 跟遊戲中 有一定高度 宏偉的神殿 有一段差距 大概只有這些牆上的圖畫 比較類似一點 這個打不死了 要進戰 我甚至沒有辦法用街景 找到 可以跟遊戲中 對比同樣位置的 場景 還蠻可惜的啊 就這樣 被炸掉 一些旅遊網站上面 評價 那個地方 就是一個 普普的地方 大概30分鐘就可以看完了 好 已經剩下一個祭司了 哇 這個是受不死的 沒有任何反應 沒有任何反應 你也前去查看一下 他好像斷劍 不是斷劍 就是射過了劍 都有一定的機會可以回收 如果是射死的那一下的話 這居然不能爬 難得有不能爬的 以前的刺客都是 哪裡可以爬 現在變成 哪裡不能爬 啊 上面好多寶 有一個祭司他在裡面啊 一定要 一定要下去 什麼事 這是你在神殿每日工作的備忘錄 破開通道 往阿蒙雕像的封條 點亮一個火炬走向阿蒙 點燃阿蒙身邊的香 並對他祈禱 清洗阿蒙的雕像 在雕像上放置新的衣物與珠寶 同時還有供品 每日結束時 在你離開之時抹掉你的腳印 並且更換封條 只要一循這些規則 阿蒙就不會被激怒 主神與你同在 後來是 這邊祭司的筆記了 每日祭拜阿蒙的方法 古代人 沒有電腦沒有手機 是真的蠻閒的嗎 每天耶 我覺得我一定不適合當祭司 我這麼懶 每天做一樣的事 等一下再釋放 先把這個殺掉 好壯喔 不要看到我 不要看到我 呃哈 我在救你阿 他們都死光了 神殿內的球派完成 耶 喔升級 讚讚讚讚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讚分享 在下面留下你的想法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另外也能追蹤FB的粉絲團 以及加LINE官方綜號好友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